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火拍焦点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哈梅·瓦特在《多伦多星报》中直言不讳的观点 唐纳德·特朗普将在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中获胜 并且会以决定性的优势胜出 他提出了三个强有力的理由来支持他的论点 首先,瓦特指出全国民调的胶着状态对特朗普有利 并认为当前的民调很可能低估了他的支持率 其次,宾系法尼亚州被认为是关键的基石州 特朗普在2016年成功翻转该州 这次选举将取决于他能否再次赢得这19张选举人票 最后,瓦特强调特朗普的竞选策略依然有效 并指出他深入了解选民的真实担忧 不论你同意与否 瓦特的观点引发了对未来选举的深刻思考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我撰写这篇专栏的过程中 我学到了一件事,那就是读者 尤其是那些经常阅读的读者 宁愿我直截了当,精确而错的离谱 也不愿我含糊其词,优柔寡断,而可能正确 因此,我选择开门见山地告诉大家 唐纳德·特朗普将赢得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 在选举之夜 他将以决定性的优势胜出 这个预测有三个关键原因 首先,让我们从民调的角度来看 全国民调的胶着状态对特朗普有利 回想2016年,那一年民调未能准确预测特朗普的胜利 这次情况似乎如出一彻 政治学家林塞·罗杰斯曾在一篇批评民调的论文中指出 盖洛普博士不是在感受民主的脉搏 而是在听他的婴儿语 这句话形象地表达了对民调的怀疑 如今,大多数全国民调发现特朗普和民主党候选人卡玛拉·哈里斯几乎平分秋色 这更让人怀疑民调的准确性 然而,我相信这次的民调比2016年更准确 但我仍然怀疑他们低估了前总统的支持 事实是,在美国的选举制度中 赢得选举人团的票数比赢得普选票更为重要 共和党在选举人团上拥有结构性优势 这意味着哈里斯需要在全国民调中 至少领先一个健康的边际才能获得总统职位 而他目前并没有达到这个要求 第二个原因是宾系法尼亚州这个关键的摇摆州 在我看来,这场竞选的胜负取决于这里 宾系法尼亚州拥有19张选举人票 曾经是蓝强的一部分 直到2016年被特朗普翻转位红色 2020年,民主党的对策是推出一位本地人 斯克兰顿的乔·拜登这一策略奏效了 然而,这次哈里斯未能选择该州受欢迎的州长 乔什·西皮罗作为他的搭档 我认为这是一个战略错误 将使他在这次选举中付出代价 第三,特朗普的攻势行之有效 评论界常说特朗普重写了竞选手册 但事实是,他完全遵循了这本手册 如果根据一场竞选是否有效地吸引了人们的优先事项来评判 那么特朗普这次的表现就和以前一样成功 他的竞选团队看到了美国选民中相当一部分人的真实观点 因此他提出的最具体的竞选承诺 例如大规模驱逐新来的移民 虽荒谬和极具争议 但对许多美国人而言 听起来却像是一个解决方案 这些选民没有听到哈里斯足够多的声音 来承认这是一个问题 并提出一个吸引人的解决方案 这只是众多例子之一 却代表了一场需要更多关注于阐明哈里斯政府 将如何解决美国人民的真正优先事项的竞选 而不是专注于他的对手的竞选 事实是 那些假设特朗普第一任期的污点和混乱 会使他无法再次进入白宫的评论员们 只是想当然 他对美国机构和选举过程造成的损害 只会降低标准 在他所撒下的民主土壤中 唐纳德特朗普将声称胜利 无论客观结果如何 因此我预测 这次选举的结局将是特朗普以其一贯而有效的方式 在选举人团中再度赢得胜利 而这将再次颠覆许多人的预期 正如多伦多星报所言 这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政治环境 而特朗普的策略似乎在这其中游刃有余 并且能够再次吸引大量选民的支持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 是美国的商人、电视名人和政治人物 第45任美国总统 他于2017年1月20日就任 至2021年1月20日卸任 生于1946年6月14日 他成长于纽约市皇后区 特朗普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 之后进入家族房地产公司 后来更名为特朗普集团 并成为其首席执行官 他在商业领域 以其豪华地产项目和高调风格文明 开发了一系列以其姓氏命名的建筑 包括特朗普大厦、特朗普国际酒店等 特朗普也曾主持电视真人秀节目《学徒》 从而进一步扩大了其知名度 特朗普政治生涯的开端始于2015年 他宣布以共和党身份参加2016年总统选举 尽管在初选阶段不被看好 他通过一系列竞选活动及社会媒体的运用 赢得了广泛的民众支持 特朗普的竞选纲领主要包括移民改革 贸易保护主义和美国优先经济政策 在2016年总统选举中 他以选举人团票的优势击败民主党候选人 希拉里、克林顿 这一结果被视为重大政治冷门 特朗普的总统任期 以其非传统的治理风格 及一系列具有争议性的政策而著称 他在国内推行减税政策 任命保守派法官 推翻奥巴马一改部分内容 并尝试建立美墨边境墙 国际关系方面 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外交政策 具有单边主义倾向 包括退出巴黎气候协定 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现称ASMCA 以及与朝鲜进行直接领导人会晤 在特朗普任内的后期 尤其是新冠肺炎 COVID-19 疫情的爆发及应对措施 成为其政府的主要挑战之一 他对疫情的处理方式 引发了广泛争议 包括对口罩和封锁措施的态度 以及疫苗开发和分发的政策 此外 特朗普的总统选后行为 同样引发关注 在2020年总统选举中 他输给了民主党候选人乔拜登 但他拒绝承认选举结果 并在其支持者中 声称大选存在舞弊 这些指控未能在法律层面获得支持 却导致了一系列政治和社会动荡 包括2021年1月6日 对美国国会大厦的冲击事件 在数据方面 特朗普在其总统任期中 曾面临两次弹劾 第一次弹劾发生在2019年 指控他滥用职权及妨碍国会调查 最终在参议院审判中被判无罪 第二次弹劾 则与国会大厦冲击事件有关 在他卸任后进行 但同样以无罪判决告终 离开白宫后 特朗普继续在共和党内保持影响力 并对拜登政府展开批评 他于2024年再度宣布参选总统 继续在美国政治中扮演活跃角色 其影响力及支持基础 在美国政坛中依然显著 特朗普的政治生涯和风格 引发了广泛而持久的讨论 同时也反映出美国社会中 深刻的政治分歧和文化冲突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 让您拥有145种语言能力的新时代 在这个不可思议的新时代 语言不再是障碍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隆重推出 这项由欧洲、美洲、亚洲的顶尖科技 语言和媒体专家 合作开发的创新技术 现已开放使用 该系统能够克隆您的声音 并将文字转换为语音 使您能够掌握多达145种语言和方言 为您的生活和工作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革命性的多语言能力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的最大亮点 在于其广泛的语言覆盖范围 无论是商务会议、国际交流、教育培训 还是日常沟通 这项技术都能让用户在全球范围内自由交流 只需几分钟 用户便可轻松克隆自己的AI声音 体验从未有过的多语言沟通能力 简单便捷的使用体验 使用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非常简单 无需任何专业设备 也不需要学习复杂的技术知识 用户只需进行简单的操作 即可完成声音克隆过程 并将其应用于各种场景 无论您身处何地 都能通过这项技术突破语言障碍 实现高效沟通 广泛的应用场景 这项技术的应用范围广泛 从商业到教育 从媒体到娱乐 都能发挥重要作用 对于企业来说 这意味着可以更好地 与全球客户和合作伙伴沟通 对于教育机构 这可以帮助学生 更好地学习多种语言 对于媒体和娱乐行业 这将带来全新的内容创作方式 立即体验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 现已上线 欢迎访问以下链接进行体验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 HTTPS 6度WorldTTS 立即登陆 体验这项改变未来的创新技术 让您的声音在全球范围内响起 谢谢大家收看6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6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6度世界网址是6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